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是宋子文的女神 面对重重困难 宋子文如何赢得女神芳心 而据圣家子女回忆 门户不高就是宋子文在庄夫人心里跨不过去的第一道门槛 一把金叶子 三张成船票 背后又隐藏着宋子文怎样的计划 难不成是要拐带着两位小姐去广州吗 换句话说就是私奔吗 面对爱人与家庭 盛爱仪将做出怎样的选择 一次意外重逢 一通求救电话的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档案为您揭秘 一把金叶子宋子文与盛七小姐的恩恩怨怨 时间一说是1946年 一说是1947年 地点呢 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的办公室 一个不寻常的电话打给了 宋子文 为什么说这通电话不寻常呢 因为这通电话是打来请求宋子文放人的 放的竟然还是罕见 当时国民政府确实是抓捕了不少在日本使馆工作的人 只不过这些人里 有的真是罕见 有的则是被冤枉的 这其中就有一名叫圣玉渡的年轻人 他被判了三年的刑 这个电话 就是这个圣玉渡的姑妈 打来请求放人的 电话直接打到了行政院长这里 而接电话的宋子文 对于放人的请求 也是答应的十分的爽快 嘴里不停的硬撑着 OK OK 抓错了 自然是应该放人的 但要知道 这位圣玉渡 在玉中写尽了证明材料 都无人理睬 而姑妈的一个电话 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这不禁让人好奇 这位姑妈什么来头 她的电话 居然能有如此大的力量 这位姑妈 就是以圣玉文明上海滩的 圣爱仪 而要说到 她为什么能让宋子文 格外的重视这件事 这就不得不说 这通电话 三十年前 她曾经是宋子文的女神 1917年 这时候的宋子文 只有23岁 她还没有像后来那样 被人们熟知的 如此的有权势 但那时候的她 却可以经常出入上海滩的 大宅门 是圣轩怀 圣家 因为据圣轩怀的孙女儿 圣佩玉 回忆录中记载 当时宋子文的身份 是圣家的外文秘书 宋子文家和圣轩怀家 颇有渊源 宋氏夫人倪贵珍 曾经在圣家 做过专门照看孩子的养娘 她的一个弟弟 也在圣家开的公司 当督办 后来 宋家大女儿 宋爱玲 还当过圣家五小姐 圣关怡的家庭教师 更是与圣家上下都数 于是宋家 便把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 宋子文 也送到了圣家的 汉野平公司去打工 就这样 宋子文 由其大姐宋爱玲引荐 当上了圣家老四 圣恩怡的英文秘书 也就是在圣家 宋子文第一次见到了 圣家的七小姐 圣爱怡 不过 就算宋子文 需要经常去圣家老公馆 找老板圣恩怡 可圣家老公馆 占地多达百余母 小姐太太 保姆仆人 足足得有几百人 那俨然就是一个小社会 在这样的环境里 一个是小小的秘书 一个是大家闺秀 两个人要想认识 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那他们是怎么相遇的呢 这事还得说到宋子文的老板 圣恩怡 宋子文的老板圣恩怡 是圣家庄夫人的亲生儿子 也是上海滩有名的败家子 圣恩怡是任汉野平公司的总经理 她在上海滩各路朋友很多 整天忙在外面 因为应酬活动繁多 圣恩怡差不多每天都要睡到中午才起床 而宋子文则习惯每天准时到圣家 汇报工作 每当宋子文来到圣家时 她总是见到老板还没起床 只好在客厅里等候 庄夫人怕太怠慢了宋子文 便时不时出来招呼一下 有时候庄夫人事务繁忙 就直接让自己的女儿七小姐 陪宋子文聊天 而这也就是宋子文有机会 接近圣七小姐 这个时候的圣七小姐 刚刚十七岁 正是年轻貌美 即使不用珠宝和脂粉来打扮 也是光彩照人的年纪 宋子文坐在圣家客厅的沙发上 看着七小姐穿着剪裁得体的旗袍 缓缓向她走来 不由得被七小姐美丽的样貌 和高雅的气质吸引 就是这一面 对宋子文来讲 说是对七小姐一见钟情 也不为过 七小姐大方地跟宋子文打招呼 宋子文赶忙弯腰问号 表现出彬彬有礼的一面 因为听说宋子文是留学回来的才子 七小姐对她也是充满了好奇心 提了很多关于外国的问题 宋子文都一一回答 两个年轻人聊得很是开心 对于这样的一段往事 当时盛家五小姐的秘书 奉严道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是这么说的 一起来听一下 那他们那个时候 年轻的这一代当然也有交往 我知道我也耳闻就是听到 听说宋子文有追过七小姐 后来我也见到七小姐 因为几个姐妹 她是真的长得很漂亮 这样一个美丽大方 能得到众人称赞的闺秀 在她的身上 究竟有什么样独特的美丽 圣爱仪自锦茹 出生于一九零零年 她是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 和中国商妇的晚清洋务派大臣 圣宣怀的第七个女儿 因而又有圣妻的教法 一起来看一下这张照片 以我们今天的审美标准来说 这位单眼皮的七小姐 长得似乎有点圆润 可是她的眉目之间 却透露着一股温文尔雅的气质 用我们今天的话说 那绝对是有一股明媛范 圣爱仪排行第七 是圣家庄夫人唯一的女儿 因而备受宠爱 圣宣怀去世的时候 她才十六岁 已经出落的亭亭玉丽了 圣爱仪是庄夫人的心肝宝贝 朝夕陪伴在身边 即使庄夫人外出交际 也多是由她陪同 若是有什么个人秘密的事情 庄夫人也会全交给七小姐去处理 所以不到二十岁的七小姐 就见多诗广 伶牙俐齿 闻名上海滩 这么一位身世显赫 又才情兼备的女子 即使是放到今天来看 也确实是一位女神 想来她身边一定少不了追求者 那么宋子文当时有什么优势 能够引起七小姐的好感呢 宋子文的父亲宋家树 是上海华人传教士 思想西化 他先后把六个黄皮肤 黑眼珠的子女 统统送到西方 接受西式教育 宋子文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 也远渡重洋 前往美国哈佛大学 共读经济学 获得了硕士学位之后 又考入哥伦比亚大学 获得博士学位 而据盛家的后代回忆 当时出于安全的考虑 不敢叫女孩子出门读书 于是盛轩怀的女儿们 都是请司徒先生在家里教书 虽然在家里 但要求并不比学校里少 这些小姐们 也是中文英文都要学习 基于这种情况 宋子文便主动 做了七小姐的家庭教师 专门教七小姐英语语 为了尽可能地展现自己的博学和才识 宋子文除了教授七小姐英文知识 还经常向七小姐讲述大洋彼岸的 异国风光及风土人情 他们从美国大学城那历史悠久的建筑 聊到大学历花样百出的舞会 从宋子文在学校参加的演讲 聊到他在华尔街打工的趣事 哪怕是一个小细节 宋子文也总能说得滔滔不绝 时不时还秀一秀自己的英语 这一切对七小姐来说 完全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充满了好奇和幻想 不禁心事神往 他对宋子文的好感也愈日俱增 只是令宋子文没想到的是 很快他的烦恼也来了 这张照片上是汉野平公司的子公司 汉洋铁厂 宋子文原本还自我感觉 哎 教七小姐英文教得不错 却突然接到了圣老师的一纸调令 那就是去担任汉洋铁厂的会计处科长 这个职位不高不低 拿的薪水也是不多不少 不得不说 这是宋子文事业的一个新的起点 然而有一点最让宋子文的心理不好受 那就是汉洋铁厂可是在武汉 他必须得离开上海了 宋子文的心理是一万个不甘愿 在他看来 七小姐的身边对他感兴趣的男人太多了 但是也就是臣老师的心理 他没有怎么看 assy他静心如你 没想到输一段里 就能追求 你肯定了 我知道 我也不想是 你购的 我 说 您 他怎么可能瞒得过七小姐的母亲庄夫人呢 他很快就看出了两个人的苗桶 也正是在他的授意下 圣老四才给了宋子文 那一纸调令 显然庄夫人是不同意这两个人的恋情的 那么宋子文到底是哪里不符合庄夫人对女婿的要求呢 庄夫人明德华自婉育 生于1866年 他比圣宣怀小22岁 圣宣怀的夫人和如夫人相继去世之后 圣宣怀的父亲圣康认为 儿子必须再娶一位 正式的夫人来主管家务 他就敦促圣宣怀续贤 于是就选中了 长州庄家的千金小姐 庄家是长州旺族 庄夫人的高祖庄培英 曾是清朝乾隆年间的状元 成绩比大才子季小兰还要好 庄家的老宅也被人们称为状元帝 因为庄家世代都有人高中进士 还兴建起了士科方的牌匾 1891年 这样一位出自书香世家的庄小姐 嫁给了圣宣怀 成为了她的第二任夫人 庄夫人嫁给圣宣怀之后 住在上海的圣公馆 接触新鲜事物多 人又聪明 不久就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点来 庄夫人管家理财 有过人的才能 上家老公馆 方圆百多亩地 庄夫人就成了公馆的最高领袖 不仅处理家事十分周全 她还对商业格外的敏感 圣宣怀主持上海华盛支部局 她就自己拿出私房钱 做棉花生意 赚了不少钱 庄夫人知书实力 有主见 有远师 颇有经济头脑 她行事果断 有的时候有点严厉 是个女强人 圣家人都称她 有王熙凤的手段 七小姐的母亲 庄夫人明白 圣爱仪作为一个女孩子 虽然是生长在富贵之家 享受着十几年的荣华富贵 可是女儿一旦要是嫁了人 那之后的生活 就不是自己能随便插手的了 为了让七小姐出嫁后 能够在婆家生活幸福 庄夫人对七小姐的教育 很是下了一番功夫 在庄夫人的观念里 七小姐将来的丈夫 应该是非富即贵的人家 除了秦妻师化 行为礼仪等传统闺秀 应有的才德以外 七小姐还应该能够上得厅堂 下得厨房 不仅能打理好一个大家族的家里士 而且应该是丈夫的闲内住 能够应对各种社交场合 因此庄夫人才早早就带着七小姐 参加各种活动 在这样的教育下 圣家上下都对七小姐另眼相待 把她当作圣家的明珠 除了把自家闺女教育的出色 在挑选女婿的问题上 庄夫人更是要慎重再慎重 富上家贵往往是很多大户人家 留待子女婚姻大事的考量之一 圣轩怀的儿女们也是各自与豪门联姻 成为清末民初 一支颇为庞大的家族体系 是上海滩最大的豪门县贵 在圣轩怀的儿女庆家中 既有清末著名外交家吕海桓 民国总理孙宝奇等权贵 也有南海台湾各地巨商 作为庄夫人嫡出的小姐 圣爱怡的婚姻大事 更加要门当户对 而据圣家子女回忆 门户不高 就是宋子文在庄夫人心里 跨不过去的第一道门槛 起初庄夫人也觉得 宋子文这个小伙子 人长得不错 又是刘洋回来 而且两个年轻人之间又聊得来 似乎很是投缘 再加上女儿的心意 她也不是不知道 也就颇有些心动 但庄夫人对宋子文 还不知根之地 于是便请了家中大管家 李普臣 去打听宋子文的家庭情况 这个大管家李普臣 打听了一番 回来对庄夫人禀报说 宋家是广东人 她父亲就是教堂里拉琴的 七小姐怎么可以嫁给这样的人家 圣家的名气与威望 让庄夫人觉得 宋子文没有能够和圣家相比的条件 便不同意七小姐与宋子文交往 要说这个管家讲的也不尽然 这宋家可不只是向他说的 是拉琴的 宋子文的父亲宋家庶 又名宋耀儒 他曾在美国加入基督教 回国之后 在苏州上海等地传教 并执教于教会学校 胡适就是他的学生之一 1885年下 宋家树与倪桂珍结婚 两年后在上海创办美华印书馆 印行中文本圣经 并参与创立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还兼任上海浮风面粉厂经历 可见宋子文的父亲并不只是拉琴的 可能有的观众要问 当时宋子文的大姐不是已经嫁给了孔祥西 二姐宋庆龄已经嫁给了孙中山 那么宋家也就不是普通人家了呀 只是当时宋家树在宋子文回国的第二年 就已经因为肾病而去世 宋子文的大姐夫孔祥西也还没有发家 对于宋家地位的提高都还帮衬不了 宋家只算是刚刚挤入上流社会 还没有达到后来足以影响中国近现代史的地位 尤其是因为在圣家看来 宋家那根本是没法逼的 因为圣家不仅是首富 而且还位高权重 圣家可谓是家大业大 几代都是高官 到了圣轩怀这儿呢 虽然不是考取的功名 但作为一官一商的实业家 他的成绩还是令人惊叹 圣轩怀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 早年曾是李鸿章的幕僚 他已主办洋务起家 一生创造了11项中国第一 圣轩怀的企业涉及范围非常广 有民用航运业 电报业 纺织 煤矿 铁路等等 几乎掌握和控制了当时的主要近代企业 圣轩怀自己也因此积攒了大量的财富 当时如果有中国富豪榜 圣轩怀必然排在前面 难怪庄夫人会让圣老四一个命令 就把这个小秘书给踢开了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 宋子文被调到武汉之后 他只去干了几天 就又返回了上海 职场失忆 情场也失忆 这让颇为有些自负的宋子文 既身受打击 又十分的不甘心 宋子文脾气很酱 庄夫人越是阻挠他越来劲 再加上西洋文化的影响 宋子文对七小姐越发增加了挑战的冲动 圣家虽然回不去了 但小姐可违必见不到 有时在大街上 宋子文看见前面是七小姐的车子 就一踩油门 家族玛丽追上去 把车子往七小姐的车前一横 硬是要与七小姐说话 在宋子文看来 他只是要以爱情的名义 耍耍青年才俊的霸气 只是这在庄夫人看来 哪里是正人君子该干的光明磊落的事 孝顺的七小姐不忍心让母亲伤心 可他心里也放不下宋子文 便时不时地答应和宋子文一块去逛街 只不过每次逛街的时候 他一定会拉着自己的妹妹 盛家的八小姐一起 宋子文看着每次约会 都有一个大电灯泡 也谈不了什么浪漫的风月事 只是逛着早已经了如指掌的上海滩 心里很是郁闷 却也是无可奈何 但是能陪在七小姐身边 还是让宋子文非常开心 有一次他光顾着和七小姐说话 甚至连身边经过的汽车都没有注意到 幸亏有八小姐拉了他一把 才捡回一条命 只是擦破了衣服 然而没过多久 他们的感情就又遭到了考验 而这一次 宋子文更是做出了惊人的举动 1923年 杭州乾塘江畔 此时正是观赏乾塘朝的好时机 为了躲避宋子文的虐心追爱 七小姐便带着妹妹八小姐 一起来到了乾塘江 借着观赏之机 好把心中的忧伤通通的排掉 然而让梁姐妹没有想到的是 疯狂的宋子文竟然一路就从上海追到了杭州 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并且宋子文还给梁姐妹出了一道难题 宋子文掏出来三张去往广州的船票 递给了梁姐妹 他这是要干什么 难不成是要拐带着两位小姐去广州吗 换句话说 就是私奔吗 这就奇怪了 本来在上海生活相安无事 宋子文为什么突然就要把两位名门归秀给拐的走 而且这一带 还就要带两个走 1923年 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 这件大事不仅改变了整个中国的走向 也改变了圣爱仪和宋子文两个人的人生轨迹 1922年6月16日 陈久明在广州发动兵变 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 遭受了一次最为沉重的失败 1923年2月 兵变被平定后 孙中山在广州重建革命政权 急需各方面的人才 宋子文的二姐宋庆龄便向孙中山引荐了宋子文 因此 此时的孙中山和宋庆龄正急切地等待着宋子文前往广州 这件事可以说是宋子文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之一 当时孙中山先生催宋子文南下 电报是一封接着一封 宋子文也认为这是他个人发展的大好时机 然而有一个问题 他没有办法回避 那就是 七小姐 怎么办 之前的日子里 两个人仅仅分别几天 他就已经无法忍受思念的痛苦 更何况 这一走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周深路 Moss 这都不如也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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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国声讨父亲圣轩怀 以致父亲逃亡日本避难 形形色色各类人来圣家巡视等等 这一次次的风险 都由母亲这棵大树为圣家遮挡 母亲为圣家和自己做了太多 她实在是不忍心伤母亲的心 不仅如此 七小姐更是明白 得不到家人认可和祝福的感情 想来也不会圆满 七小姐的心里很难受 思前想后 她还是不能这样 名不正 言不顺的就跟着宋子文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23年10月份 宋子文到了广州之后 孙中山的任命状也到了 一起来看一下这张任命状 上面写着 任命宋子文为梁广延武集合所经理 此状 旁边还有孙中山的签名和印章 时间是民国12年10月27日 从此宋子文的政治生涯揭开了新的一页 身为经济学博士的宋子文 很受孙中山的重视 孙中山的派状变成了派宋子文 为财政委员会委员此状 很快 孙中山又委任宋子文 以筹备建立中央银行的重任 中央银行成立之后 宋子文理所当然的 也就成为了中央银行的首任行长 在政界春风得意 管是越做越高 那么宋子文的情场呢 这建功立业的目标已经达到了 是不是就该回去迎娶七小姐了呢 很多民间故事里都有着这么相似的一幕 然而或许您会发现信誓旦旦的男主角特别多 而能够信守承诺的却少之又少 这是一段非常珍规的宋子文家庭录像 镜头前的宋子文正和他的妻子谈笑风生 但很显然 这个女人并不是盛妻小姐 她的名字叫张乐仪 张乐仪与宋子文相识于1927年 这一年 她与盛爱仪已经分别了四年 这时的宋子文已经当上了南京政府的财政部长 在一次前往庐山避暑时 宋子文想给母亲在庐山建造一幢别墅 因为不知如何办理申请和选知手续 她决定前去请教董建筑的张谋芝 在张谋芝家里 宋子文见到了张谋芝的女儿张乐仪 年轻漂亮的张乐仪表现得热情大方 引起了宋子文对她的好感 在庐山期间 宋子文的身边常常有张乐仪陪伴着 二十岁的张乐仪年轻单纯 宋子文的身边 宋子文的身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圣七小姐没想到事情竟会是这样 山盟海市竟是一场空 即使李幸如七小姐 她也因此生了一场大病 然而七小姐却在大病之后仍然异常的冷静 她对这七年的等待也释怀了 在圣爱仪 32岁这一年 她与庄夫人的侄子庄祝九结婚了 并且生下了一双可爱的儿女 庄祝九与七小姐没有什么海事山盟 七小姐却从青云淡水中 找到了一种踏实和安定 生活倒也是不错 她还从自己所得的遗产中 拨出了六十万两白银 建成了上海被外界赞为远东第一岳府的百乐门舞厅 这个舞厅直到现在都被许多人当作是上海滩的经典建筑 它代表了旧上海滩十里洋场 灯红九绿的标志性场所 故事说到这里 或许您也会感叹 男一曲 女一架 两个人的生活似乎再也没有什么瓜葛了 只是这金叶子的故事 却并没有结束 七小姐和宋子文的人生竟然又有了交集 抗战胜利后 圣家子女常常在圣老五家聚会 有一天 七小姐接到电话 来到圣老五的花园喝茶 想不到走进客厅 宋子文也在场 想来是宋子文曾透露过想与七小姐见面的愿望 或许她是觉得欠七小姐一个解释 圣家兄嫂就热心的安排了这次活动 因为担心七小姐知道了不肯来 事先并未告知实情 看到七小姐走进来 宋子文主动上前搭话 声使其他人出于不同的目的 也力促他们讲和 可是七小姐一脸冰霜 丝毫不肯给宋子文面子 她不需要任何解释 大家都劝她留下来 共进晚餐 但七小姐不干 站起来冷冷的说 不行 我丈夫还在等我呢 说完拂袖而去 事后每当有人问起这件事 七小姐总是说 她正高官厚禄 春风得意 我何必去巴结她呢 但话也得说回来 她那把金叶子还没还我呢 七小姐已经看淡了 物是人非 但是天有不错之风云 盛家在后来的日子中 是屡遭麻烦 在紧要关头 有时还不得不求助于 这个宋大部长 而这也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始时 所看到的那一幕 盛老司的儿子盛玉杜被人冤枉 当作汉奸关进了监狱 盛家兄妹自然是急得团团转 大家只好养告七小姐给宋子文打个电话 请这位宋大院长出面帮帮忙 生余都的夫人叶元禅 跑到七小姐家 在七小姐面前常规不起 几乎是逼着七小姐打电话 你不打我就不起来 七小姐被逼得没办法 只好答应叶元禅 电话只打一次 成就成 不成就算了 想不到宋子文那头十分痛快 一口答应了放人的要求 七小姐怕空口无凭 于是提出 我想明天中午跟我侄子吃饭 电话里头的宋子文 回了一声 OK 我一定让你明天中午 跟宋子文 一起吃饭 放下电话 满屋的人一阵狂喜 还是大人物厉害 一个电话 问题就解决了 第二天中午 圣宇度果真被放出 我会有一个人 在决定下 我的家人 在决定下 从头百二十分之后 我会吃饭 一点小姐 现在让你吃饭 老子 我会吃饭 老子 有点小姐 老子 老子 小姐 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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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底让他过着安定的生活 时间的沉淀让原本气质高雅的盛爱仪 更添了一份从容和淡定 即使他的生活遇到更多的波折 1949年 此时的宋子文与张乐仪已经带着三个女儿 离开了上海前往香港 后移居美国 直到1971年 77岁的宋子文在旧金山因十五进入气管 导致心理衰竭而突然去世 宋子文与七小姐都互相没有联络 各自过着自己平静的生活 1959年 盛爱仪的丈夫被打成了反革命 房子被没收了 一家人被赶到破旧的小旅馆里居住 甚至连生活都没有保障 1966年 情况更加糟糕 盛爱仪的丈夫已经去世 儿子被送到农村改造 女儿被分配到福建教书 而她则被赶到上海五原路移动房子的车库里 曾经众星捧月样的七小姐 如今孤苦伶仃 生活在恶臭难门的汽车间 可优雅了一辈子的她 比任何时候都要平静 她已经把事实看得通透了 粉碎四人帮之后 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 盛爱仪终于能和儿女们团聚了 在生活上也有了一些改善 偶尔盛爱仪也会接到外地的亲戚朋友 给她寄来的礼物 大多是一些吃穿用品 最让盛爱仪开心的 是侄子盛玉度送给她的雪茄烟 每当盛爱仪抽雪茄烟的时候 她就会拖一把小椅子坐在路边 透过那层层的烟雾 她看着路上 人来人往 曾经有一个不认识七小姐的人 从她家的门口走过 单是从七小姐手持雪茄烟 优雅的坐姿 以及富裕芬芳的雪茄香味 她就可以判断的出来 这一定是哪个名门望族家的小姐 这个时候 认识她的人会说上一句 嘿 这就是盛宣怀家的七小姐 七小姐活了83岁 临终的时候 这个优雅了一辈子的名门闺秀 依然保持着一位名媛应有的风范 干干净净 一脸的镇静 非常从容 非常体面 她是一代京剧名林顾正秋 她是蒋经国苦追未果的女子 蒋经国为何在顾正秋处吃了闭门羹 在蒋经国追求顾正秋时 顾正秋的心里 已经有了自己爱的人 蒋经国的情敌究竟是谁 她又有什么能耐 获得顾正秋的芳心 她非常渴望 能有个男人的肩膀 可以依靠 而任显群 似乎正是那个人 从地下情到隐婚 直至任显群被捕入狱 顾正秋坎坷情怒 是打击报复 还是另有隐情 档案未应揭秘 蒋经国无法释怀的女人 京剧名林顾正秋